10月7月晚间,恒大健康突然发布公告称,贾月亭半年耗尽恒大注资8亿美元,又向恒大提出在提前支付7亿美元的要求,并在为达目的后提出仲裁,要求剥夺恒大融资同意权,撕毁所有合作协议。 据分析,如果按中才要求,等于贾月亭可以随意处置合资公司股份,谭博锡是恒大股份甚至替恒大注局,恒大必然不会接受,而贾月亭之所以如此对待金主,或是担心失去对FF的控制权。 恒大健康在公告中表示,依履行相关协议向下的责任,以聘请国际律师团队,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汉问恒大在相关协议下持续享有的权利,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截至法稿,FF方面没有做出回应,现实把农夫与蛇正在上演。 贾月亭花完8亿美元想解除协议一,先来重新处理一下情况,时间回到今年6月份,恒大健康收购食饮公司。 食饮公司,2017年11月,离于贾月亭签订协议,食饮公司三年内投资20亿美元在合资公司Smart King公司45%的股权,Smart King公司是贾月亭造车的法拉第。 未来FF美国和FF香港的母公司,也就是通过食饮公司,恒大集团旗下公司,给贾月亭贴FF输血。 按照协议的约定,20亿美元分三次支欧付,2018年底前支付8亿美元,2019年支付6亿美元,2020年支付6亿美元,2018年的8亿美元,在今年5月25日已提前支付完毕。 然而,今年7月FF的原股东时控人贾月亭,输8亿美元,以基本用蓝,要求食饮公司在提前支付7亿美元,为最大限度支持Smart King的发展。 恒大又与Smart King集团股东签地补充协议,统一在满足支付条件的前提下,提前支付7亿美元。 公告表示,原股东利用其在合资公司,多数董事席位的权力操控合资公司,在没达到合约付款条件下,就要求恒大付款,并以此为借口于2018年10月3日,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 要求剥夺恒大作为股东享有的有关融资的同意权,并解除所有协议。 对此,恒大健康也在聘请律师一队,恒大健康表示,恒大健康在公告中回应,以履行相关协议项下的责任,以聘请国际律师团队,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恒美恒大在相关协议下持续享有的权利,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有分析认为贾跃亭或担心失去控制权,三个多月前,恒大集团的出手,让大家认为,缓解了贾跃亭的资金困局。 如今,贾跃亭却要反悔解除协议,又是为何? 有分析认为,可能是因为此前合同约定中存在对赌条款,如果贾跃亭不能完成合约条款,对FF公司的控制权将会丧失,当时的说法是2018年底要量产,如今距离量产要求的日期越来越近。 根据当时的协议,虽然恒大持股了45%是第一大股东,但贾跃亭持股33%,还是通过同股不同权1.10分的设置,来保障对公司的控制权。 不过,恒大也留有反手,当管理层在根据合资公司股东协议条款下,不能履行职责情况出现时,FF人股东贾跃亭投票权将被回转到香港时影公司。 根据腾讯一线当时的报道,贾跃亭等人无法在2018年底之前兑现首批电动车量产交付之承诺,即视为对恒大健康这位大股东的违约情形。 现时,贾跃亭将失去上数投票权,失去对Smart King的世界控制。 有一类人士表示,在伤害了孙宏斌之后,贾跃亭找到了许家印融资,如今花完8亿美元,要把恒大提出局,恐怕要找新的融资方不容易。 作为入股FF公司的恒大健康,已经于10月4日起停牌,昨晚公告已向邻交所申请于10月8日,今月复牌。 恒大以投重金布局高科技产业,今年年初,许家印在年度业绩发布会宣布, 恒大要积极探索高科技产业,逐渐形成了以民生地产为基础,文化旅游,健康两生为两亿,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产业格局。 由此可知,投资FF是恒大布局高科技产业的重要一步,至今投入良多,如今和贾跃亭反目,对其影响尚难估计。 原本,恒大在投资协议中占据强势地位,FF将采用AB股模式,贾跃亭作为创始人,素质股权一股代表失票,仍占据多数的投票权。 但是,各方做了严苛的约定,若FF原股东违约,或者触发某些条件,投票权将出现反转,恒大将拥有多数的投票权。 据了解,触发投票权反战的条件及包括FF,能否在指定期限内实现量产。 此前,恒大通过多种方式,传递对这笔投资的信心,恒大健康的股价,也因这笔投资而大幅增长。 7月15日,FF官方显示,恒大集团总裁夏海军,已兼任FF董事长,贾跃亭为FF创始人兼全球CEO。 而在美国当地时间7月13日,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应一行,来到位于洛杉矶的Faraday Future总部进行了视察,并就公司未来发展,与FF管理层进行了研讨交流。 恒大集团总裁兼FF董事长肖海军,恒大集团副总裁彭建军,FF全球CEO贾跃亭及FF全体高管陪同视察。 许家应一行体验了FF熟垮高端车型FF91,许家应对于FF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给予了肯定,对于FF91的内外式设计和产品性能给予了赞赏。 从现场图片来看,许家应、贾跃亭当时的心情都不错。 此后,恒大马不停提倡利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委派重要高管负责相关事宜。 8月14日下午,恒大在广州举行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集团揭牌仪式。 当时,向海军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法拉第未来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拥有全球一千多名科研专家,FF91多向了核心技术指标世界领先。 投资法拉第未来就是把世界先进的新能源技术带到中国,为中国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做出贡献。 在该发布会举行的同时,恒大健康公告,法拉第未来与中国设立了运营总部。 集团获系法拉第未来为此制定的长远战略规划,未来十年在中国华东、华西、华南、华卫和华中地区,建设五大研发生产基地。 目标在十年后,年产能计划可达到500万辆,以FF91、FF81等多系列多车型产品面向全球市场,覆盖高端、中端及入门集,打造互联网智能出行生态,全面满足快速增长的不同市场需求。 恒大健康随后公告,彭建军已获得认为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及执行董事。 彭建军担任恒大高科技产业深圳有限公司副总裁,并兼任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法人代表,负责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在中国的工作。 彭建军在发布会表示,FF91首台白车身,已经运抵美国生产基地,整车组装,测试正在有势推进。 2019年一季度,有信心实现量产,9月底,恒大集团置资145亿元入股广汇集团,成为后者第二大股东。 双方将在能源、汽车、物流、地产等四大领域,建立全方位战略合作。 针对此指教为一致的解读是,恒大投资FF解决造车的问题,投资管会解决卖车的问题。 贾跃亭的不合拍造车路,从今年6月的正式入主,到如今的对不公讨,FF与恒大的甜蜜期,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 不管是从当初的乐视汽车,还是到现在的FF,贾跃亭在造车路上貌似和谁的不合拍。 2013年,贾跃亭正式提出造车试想后,乐视的高管们几乎全员反对,当时贾跃亭立台众意料下狠话。 即使乐视造车万劫不复,业义无反顾,随后在2014年11月,时代乐视董事长兼CEO的贾跃亭,因患胸现流,在香港接受手术归来。 借此契机,贾跃亭曝光了造车的C计划,当时,他在微博中是这样写的,无论经历多大磨难,推动人类进步的梦想永不改变,望着窗外的雾霾,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更深刻改到C计划,一年多海外艰辛的值得。 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为了每个中国人都能呼吸纯洁空气,为推动一场新的产业革命。 我们仅C计划警戒,在C计划面试之前,北汽董事长徐和义,甚至在一次公开场合点名乐视网,表示愿意代工生产乐视汽车。 随后,北京汽车还与乐视控股签署战略合作,乐视甚至与北汽集团共同投资了美国一家高科技纯电动汽车的设计公司Artever。 不过,这个名叫Artever的设计公司,这两年,已经很少有消息了,北汽还只是在跃停的造车路上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接下来就不得不提在跃停造车的第二位合作伙伴,阿斯顿马丁。 2015年,乐视与阿斯顿马丁宣布,共同启动研发项目,联手推荐下一代互联网汽车技术,有了阿斯顿马丁的加持。 2016年4月,乐视的首款概念让车正式亮相,在那次发布会上,贾跃停机动得整个人与无伦次,几度本业落泪。 事情发展到这里,很多人以为贾跃停的造车梦即将实现,那些质疑他PPT造车的人也将被狠狠打脸。 然而现实总是比较尴尬。 2016年10月,乐视汽车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发布会,原计划由贾跃停开着升级版的乐视概念车Lizy Pro亮相。 然而现场取而代之的是贾老板从后台跑步上场。 现场媒体华生一片,很多人质疑这款车型,根本就没被造出来。 随后,贾跃停又迎来了与埃斯顿马丁合作的决裂。 2017年,埃斯顿马丁公司首席执行官安迪帕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乐视因资金短缺而撤资,再加上,有媒体爆料。 美国内达华州官员指责乐视汽车市唐氏骗局,贾跃停宣布的很多扩张项目,根本没有资金推进。 乐视不断在用一个项目融资的钱来补上其他项目的缺口。 自此之后,乐视的困局便开始了。 没想到,贾跃停早留有一手,曾于2014年在美国秘密创办了FF。 当时FF还只是以乐视汽车界务的战略和作伙伴身份出现,随着乐视汽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主角FF才正式露出真面目。 不过,这个时候,贾跃停已经因为乐视的资金问题,被冻结个人资产,甚至列入老赖名单。 没想到,此时贾跃停的第一位救星,是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曾鸿斌。 从最初的孙鸿斌投资了视生态,到寄集了对乐视的全部投资。 前后不过500天,2017年1月15日,融创中国宣布150亿元投资了视生态。 彼时,孙鸿斌公开说道, 我特别赞同老贾的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在这个时代是很稀有的。 贾跃停是罕见的比我还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仅兴奋可苦,还能用这么少的钱干这么大的事,也许共同的坎坷经历,使得我们非常默契。 2018年3月25日,孙鸿斌卸任乐视网董事长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乐视网已经是一个摇股了,股价暴涨暴跌,我背不起这个锅。 4天后,在融创中国2017年度业绩发布会上,孙鸿斌宣布对乐视信息提约165亿简直拨备,并大声疾呼,乐视是一个失败的投资,165亿都亏损了,已经不是壮事断币,是砍头了,以后不要再提乐视,归零了,没了。 虽然孙鸿斌曾在融创中国业绩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自己绝不可能投资在岳亭造车,但还是没能幸免被贾岳亭拉下水。 当年两人谈了30多天,孙鸿斌就把150亿元砸进了乐视,后来贾岳亭跑了,孙鸿斌在多次就场失败之后,不得不公开承认投资乐视已失败到中。 即使没了孙鸿斌,贾岳亭依然还挣扎在这条和谁都不合拍的造车路上,随后,从李泽杰到印度塔塔,再到泰国国家石油公司,不断有传闻称FF将获得各路大佬的注资,但随后均早否认。 然而,2018年6月25日,随着恒大健康一则公告,贾岳亭这位来自山西乡坟的中专商,不但奴越判来了著名地产大亨、许家印控制的恒大健康总计20亿美金的注资,同时更是保住了FF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让时间回到三个月前,6月26日,恒大宣布通过收购市影公司100%股份,获得FF45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7月13日,许家印去了洛杉矶的FF总部参观,贾岳亭全程陪同。 从曝光的现场照片来看,当时气氛颇为融洽,前有宗鸿斌投资了事实力,如今恒大宇FF的合作有声编故,不免让人唏嘘,而公开资料显示,贾岳亭已八次被列入实现被执行人,曾让宗鸿斌当众落赖的贾岳亭,这此是否又会让许家印伤心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